高雄的山头怎么会有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呢 原来是二战时期 日军为了防御美军突袭设置的碉堡 圆圆的头还有两个相近的炮孔 看起来很像是猫头鹰的眼睛 而这座遗址就位在了高雄陵园长峰新村 原本是一座废弃圈村杂草丛生的 但是地主在过年前开始整地 才让这一座隐没在黄炎漫草的猫头鹰碉堡 重见天日 走上山头一只巨大猫头鹰突然出现在眼前 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座碉堡 圆圆的头还有两个炮孔 就像猫头鹰的眼睛 这里是一座废弃圈村 原本是一片荒烟漫草 而地主在过年前重新整理 也让这个猫头鹰碉堡重现天日 二战末起的时候 日本人做的那个碉堡 是1944年筑成计划 整个那个防卫措施的一部分 从鹰眼探进去 内部椭圆形空间两三平大小 是二战时期日军的藏身之处 可以容纳三到五人 炮口朝西边 那当时那个日军判断 美军会从奉鼻头海滩 还有那个高屏溪口 那个登陆 防止美军突袭 在距离猫头鹰碉堡 30公尺处 还有另一座机枪堡 分别面向不同位置 炮口相近是为了增强火力 而过去日本台湾岛逐城计划 坑道全长15公里 猫头鹰碉堡 矗立山头 成为凤鼻头阵地 第一道防线 形状独一无二 非常希望说 地主能够把这个地方 保存起来 卖咖啡建旅馆都可以 等于是保护我们 地方的文物古迹 目前碉堡所在位置 属于私人土地 当地人都希望能保留一致 让历史流传 成为巡忧探古的新秘境 记者陈云霄支援高雄 参加报道